欢迎收看T月读 我是主持人林芳颖 我们带你轻松聊好书 今天在我们现场来宾呢 是东海大学的政治系教授 沈友中 老师你好 芳颖好 大家好 好 今天老师呢 要来帮我们介绍的这本 就是我手上的这本新书 这本是步步为营 解读美中台未来的七种情境 那这本书呢 它其实是由三位非常 这个算是知台派 非常了解美中台关系的 三位作者联合出的这本书 那首先就先请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 您觉得这本书里面 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 对 确实就像刚刚方引讲的 我觉得光是作者就够吸睛了 这三位何瑞恩 葛莱伊 跟这个普瑞哲 大家可能对于美中台关系 有一点基本背景了解的话 都知道他们都是非常 知台也非常知中的 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学者 那另外我觉得这本书 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 是在于它包含了历史众生 然后它也包含了 现状的一个解读 更重要的就像他们这个书名一样 未来的七种情境 所以我觉得它包含了 过去 现在与未来 所以由三位的这个 知台派 知中派的这个学者 然后包含了两岸 或者是美中台的一些 历史的背景 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特殊性 尤其是我们知道当下 美中竞争的格局 或者说两岸关系的紧张 他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讨论 未来有可能的这些七种情境 那身为美中台三个行为者之间 最核心的台湾 那我特别值得这个议题的就是 作为一个台湾的这个读者 怎么去了解美国是怎么看两岸关系的变化 或者我们怎么去了解说 美国人去揣摩 未来的这个两岸关系里面的这个七种情景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的 对 而且老师身为一个政治系的教授 您看这篇 尽快觉得说这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吗 因为他从前面他总共三个章节 前面两章都是从这个历史严格 来看这个美中台关系的演进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他写的算是 也是很深入让读者可以了解说 其实美中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可能可以从以前 然后以古见经这样来看 对确实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了解过去发生什么事的话 那单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去看两岸关系 或者美中台关系一定会有误判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两岸关系我们一直在讲维持现状 但其实维持现状的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很浮动的 其实现状也不断的在变 对 那个现状是从什么时候的现状开始算 对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两岸关系 或者是美中台的变与不变 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讲维持现状 好像仿佛都觉得没有在变化 但其实它的那个细微的调整 跟里面内容的这个调整是一直在变化 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所以维持现状只不过就是在于一个说 所谓的主权认定的这个概念底下 但事实上美中台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 三个行为者 然后有三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变化 其实是一直在发生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比如说九二共识 那如果说九二共识就是用来包装 所谓的维持现状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它现在还适用吗 所以你可以讲说 两岸也没有所谓的独立或者统一 可是事实上九二共识可能在台湾 已经没有市场 所以我觉得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历史纵深去了解到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去掌握两岸关系 它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所以你要有历史的背景去知道 你就会掌握到说 其实现在跟过去到底变化了哪一些 什么东西又没有改变 然后在这样子的动态的平衡底下的话 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 那在这样子的这种铺陈的过程中 我觉得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没有办法去了解到过去的 在过去的这个历史的基础底下的话 然后你就用现在的这种情境 去模拟未来的两岸关系 一定会产生误判 而且其实这本书在它这个初出的前提 他们主要就是因为三位作者觉得说 好像国际间开始对美中台的那个 有一种好像违言耸听 好像说台湾就是现在 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他们原本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降温嘛 就是说其实这个关系 并没有大家觉得说好像就是一个 下一个标题说多危险多可怕 但是他们去解读了 其实他们最主要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模拟了未来的七种情境 所以帮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们里面提到的七种情境 大概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好我想大概就像方言讲的 我觉得一开始要先理解的 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 那台海维持和平跟稳定 是它的核心的国家利益 所以确实就像刚刚提到 好像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两岸关系是不是必然要发生一战 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就如同一些 这种国际媒体所报道的 下一个冲突的热点 是不是就在两岸 然后反而好像台湾人自己在这个 我们这边生活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的平静 那其实美国人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台湾人关心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的人关心 那美国人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开始他就先点出了说 那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利益到底是哪里 所以他也没有主张统一 他也没有主张独立 没有主张两岸要统一 也没有主张台湾可以独立 也就是说现状来讲 那什么样子的一个现状 其实说穿了就是和平稳定 和平跟稳定 然后你在里面去做一些微调 你只要不要去越过和平跟稳定的 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底下 都是美国人他们所期待看到的 所以他们就勾勒出了这个 所谓的七种情境 刚方英所提到 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 因为过去的那些历史资讯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上网找 或者说我们看一些 以前的这个报道就够了 但是美国人怎么看待 现在的这个情况 去推估未来的七种情形 那未来的七种情形 在这本书里头 帮我们介绍到了 包含了有两种经济上的 然后另外还有五种 政治和军事上的一种可能性 而且他从高到低 做了一些排序 那我觉得经济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这三位作者 分别点到了两个 比较极端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 台湾完全被锁进中国 过度的依赖 还有一个就是说 会随着整个国际局势 两极化的对抗 然后台湾可能会完全的被 一种离心力的概念被甩出去 完全被孤立 那当然这个是两种 最极端的现象 我们既不希望 完全被中国锁进去 我们也不希望 完全被世界给隔离出来 所以台湾是一个岛国 然后那我们当然是要在整个产业链的过程中 跟全球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连结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 必须要务实一点来讲 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切断 跟中国大陆的经贸的这个往来 即使连美国都是强调说 只是去风险 但是不可能脱钩 更何况台湾 所以我觉得书里面 对于经济情境的这个描绘 不能说我也很耸听 但是他做了两个极大化的描述 一个就是 未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天 会变成在经济上面 成为中国的一个吃下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过度依赖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台湾越来越跟中国 走得越来越远 然后会因为国际市场 不可能跟中国做切断 然后台湾会不会有可能 反而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情形 被致所于国际局势以外 那另外就政治跟军事上面 来说的话也是一样了 他推估到七种情境里面的 第七种 他们三位作者也认为说 这是风险最高 但是也最不可能发生的 就是中国会不会马上发动 一个所谓的清台战争 那侵略台湾的这个战争的条件 其实是很多了 我想关心这本书 或者说关心两岸关系的 这个朋友们的话 一定都会知道 或者听过说 有很多时间论 比如说2024 台湾选完会不会清台 然后什么2027 2035 2049一大堆 但我的观察是这样 书面里面也有提到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时间不是唯一考量 那他们重要看的是在于条件 或者说有没有踩到那个红线 踩到了红线 然后他们有没有动武的条件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所以如果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话 其实我觉得两岸要发生 那种第七种情境 就是直接开打的那个冲突 几率是很低 那这个红线当然指的就是比如说 中国也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寻求法理上的独立 或者是允许美国人在台湾驻军 或者是有更实质的一种追求独立的动作 那你只要不要有这些 不管言语也好或者动作也好 那基本上来讲 就不会踩到所谓的红线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所谓的条件 那对于北京来说 它设定的条件 因为我们必须要务实的讲 因为现在两岸的这个经济也好 军事也好的实力是越差越大 所以它的那个条件 不是在于打不打的下台湾 而是在于说 在打台湾的这个过程中 中国可以付出多少成本 他们愿意承载的成本 这是条件论 所以如果说好 打下台湾当然不是问题 可是如果旷日费时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俄乌战争 原本这个俄罗斯想说 五天或者一个月内就要占领基辅 就打了两年还没打完 那如果北京也看到这个情况 他说好那我打下台北 三天要把它结束 首战集中战 结果如果要打 要打三年 那搞不好这三年内 中国内部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战争总是会带来成本 所以他要考量的是在于说 第一个 中国自己本身境内 能不能够承载 侵略台湾所带来的 不确定性的风险 这个是条件论 第一个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那再来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如果去攻打台湾 那日本 菲律宾 或者澳洲 还有更重要的美国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 美国会完全不管吗 所以他们有没有做好 第二个条件的准备 就是他们可以完全的 阻绝这些境外势力 来对他发动 侵台作战的 这样子的一种 协助跟干预 所以我觉得 这个读者朋友们 去细读这本书 或者说再更进一步 去掌握两岸关系的变化的话 不要再被那一些 所谓的时间论 然后去有一点点被吓到 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2027年 要赶快搬离台湾 其实我们就是要 发挥政治智慧 小国以小事大的 这种政治智慧 我们只要不去 轻易的挑衅 或者是去踩那条红线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不断的去维持在 能够把台湾 放在说 中国没有办法侵略台湾的 这样子的一种成本 里面的话 那么台湾就是安全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七个情境里面 大概都提供了读者们 在不同的这个情境底下 去做一些思考跟判断 那我另外再讲一点 就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 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可能要去掌握到的 一个细节就是 我刚刚提到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两岸关系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 所以所谓的七种情境 不是只会发生一种 不是说七个选择题 好 那这个七个里面 只会发生哪一种 对 因为我刚刚提到 两个是在经济的情境 然后五个是在政治和军事 它可能会交手 同时发生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 你会既看到说 台湾的这个经济 跟在两岸关系的 这个变化的过程 你也会同时看到 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面 两岸也是一个 在交手的这个过程 美国跟中国 也是一个在动态的过程 所以它提供了我们一个 非常多种的组合 是一个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有趣的组合 但从实物的观点来看 这影响到台湾 是一个值得我们去 好好的去阅读的一本书 对 其实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 因为它讲就是 我觉得步步为营 这个名字真的是翻得很好 就是它其实 所以在讲说就是 美中台的关系 其实现在真的好像 大家都是有点紧张 然后去看待这样 可是其实我觉得 里面也说的很好是 它有特别的点名说 台湾的立场跟 俄乌战争的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对 而且特别强调是台湾的 这个经济的地位 然后觉得说不是 里面作者其实也有强调说 其实不是说 好像大家都觉得说 美国把台湾当一个旗子 去牵制中国嘛 他也有很强调说台湾本身 这个经济地位 它的存在的意义 就是对全世界来讲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美国必须要保护台湾 对 他强调的是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有点像是跟美国政府喊话的感觉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帮助台湾 然后维护这个世界和平 台湾是真的是不可或缺这样 对 确实是我非常同意 方言说的 因为在这本书 三位作者在七种情境描绘完之后 有下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那他的结论就是说 不是只是单纯的确保说 两岸的这种所谓的和平跟稳定就够了 他们同时也是要协助台湾 持续的去深化民主的发展 经济的表现 然后甚至于是在公共卫生的议题 因为疫情的爆发了 所以台湾也变成是 在公卫议题上面来讲 也变成是一个模范生在过去 然后也特别提到了就是 他也希望 美国也希望说 对于美国来讲的利益 不是只有安全而已 那另外他也希望说 台湾可以变成是在 亚洲地区的一种 民主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他不是只是确保说 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那如果他只要确保 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那他就提供军事上的援助 那些就好了 他特别提到了说 他也乐见台湾在民主 这个发展上面来讲 是持续的深化 所以他不是只有提供安全的保障 他也希望能够在经济议题 在国际场域 或者说像刚刚提到的 在一些工卫啦 或者说一些科技啦等等 他希望能够让看到说 台湾在这个这几个方面 都是不断的这个成长 所以就不单纯的就只有说 不要再发生说 两岸的这种紧张的 这个军事冲突 或者是恶物战争不要发生 不要发生在台海 那除了这个以外 更重要的还是在于 他希望台湾作为美国的伙伴 或者说刚刚方宁所提到的 台湾作为全世界 所不可或缺的 这样子的一种民主的 这个成员之一 那不是只有安全的议题而已 而是有所谓的 其他的社会上的韧性 经济上的发展跟深化 然后另外像公卫议题 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 这个议题来讲 可能美国也都乐见 台湾在各个指标上面 都是表现的亮眼 对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美中台未来 会怎么样发展 其实跟 接下来就是 三个地方的 这个领导人很有关系嘛 那台湾明年要大选 美国也要大选 所以选举对于这个 就是选举的结果 一定会影响未来的发展 那老师怎么看说 这本书有没有 就是提示我们说 因为 其实他有提到 就是从川普的 后面两年任期 一直到拜登总统 其实是有延续到对台是更友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能不能预期说 不管是比如说未来 明年是可能是拜登或是 或是川普又再来一次 那对于他的对台政策 会不会延续呢 还是会有什么样的 这是个好问题 就是我们会看到说 在这一个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然后好像最后拜登一选上的时候 当时在台湾里面也有一些 讨论说 哇会不会这个弃台论 或者说会不会开始要重新恢复 跟这个美国跟中国的交往 然后台湾就会被牺牲掉 那后来我们看到没有发生 所以我要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现在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 这个是既定的方向 而且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也就是说 他对这个民主党也好 对共和党也好 他都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 这样子的一种环境结构 所以2024年不是只有台湾在选举 美国也是在进行选举 但我们不用担心 就是说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跨党派共识了 而且我们从这个川普时期到拜登时期 已经证明了说 在大方向上来讲 方向是不会变 或许做法会有些改变 但挺台湾的力道 从来都不会下降过 所以不用 我们不用去这个 这个自己吓自己 那确实就是说 我们去深化跟国际朋友的这些连结 然后把台湾的民主的这个韧性 给发挥出来 然后美国呢 会提供给我们适当的这个援助 帮助台湾在国际地位上面的一个发声 或者说提供我们最基本的军事上面 自我防御的能力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经济 可以跟全世界做好一个 重新的这种产业布局 那这些条件 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准备 然后同时也跟其他国家 做好一个这种对外的一个关系的话 那么美国再怎么样政党轮替 不管是川普会不会卷土重来 或者说拜登的连任 我们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的本质是够的 然后再加上美国也有跨党派的这个共识 那我反而比较觉得说 书里面或许要再延伸下去来 去做一点思考的话 书本里面讨论到的比较少的 是在于说 那么中国内部会不会有经济上的变化 因为里面讨论的七种情境是两岸 是一个国际格局 但是我们看内政格局的话 如果中国的经济 我们现在看到2003年下半年 出了很多问题 那如果这些问题持续的恶化 它会不会导致说 它中国要被迫去铤而走险 去走一些比较风险比较高 但是可以来稳定内部的 这样子的这个路线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 比较值得我们去做关注 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我们也有总统选举 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总统大选 无论如何都会换一个新的总统 那未来台湾要怎么样 联聚一个新的共识 然后来去面对中国大陆 还有面对国际局势的挑战 这个都是我们值得要去 进一步去关注的议题 对 我觉得这本书 即时出来就是在讨论现在 就是现在的美中台的现况 但就像老师说 它是一直在改变的 我们想要维持现状 大家都想维持现状 可是它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是不是大家都能接受 这个现况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也是提示我们一些说 去一些做一些思考 对那是不是最后再请老师 总结一下就是 如果要推荐你的学生 来看这本书 你希望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当然就是说 第一个要有历史上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活在片面的当下 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有它的前因后果 然后再来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不用 被这个七个情境 给完全的被绑住 我们的思考跟想象的空间 我们永远都还是可以有去创新 或者说去发挥 我们的这种民主的韧性 跟创新的可能性 替两岸或者说替美中台 来走出一个新的这个道路 然后是在一个 或许大家都不见得满意 但是至少是三方 都可以接受的 这样子的这个情境 那我觉得能够创造出 这样子的一种思考范围的话 对于台湾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保障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 所有的安全寄望在美国身上 或者寄望在中国 不会来打台湾的这个情形 还是要发展自己 还是要相信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 沈老师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推荐这本书 那现在步步为营这本书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相当多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